OK 好 那么我们今天就要来讲公司这个新的改版后的画面 这个功能 那么这个网站它所有的功能其实跟旧的是差不多 只是它把它分类放在不同的地方 所以大家可能要重新的适应一下 所以一般大家看到这个网站呢 比较清楚的就左上方这边 你要加入或者是你的名字跟你直接要做加入都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点 那么这个地方呢 OK 其实它这个地方你可以清楚地看到 OK 推荐人也就是目前这个网站会是谁 然后呢 跟大家联络或者是放视频或者直接点最下面就是直接做加入 所以你出来的网站很重要就跟我们之前一样 那么这里呢 在这个地方 support就是直接到这个客服 可能对一些消费者来讲 他们可能也有的时候需要跟客服联络 所以呢 它在最外面这边可以有直接跟客服联络的功能 那么这个语言 English 这边呢 我们点了以后可以看到 它可以换语言 然后换市场 换市场也是在这个地方的最下面 这个地方换 换市场 那比方说假设呢 假设我换到台湾好了 假设我换到台湾 那么我就点这个地方 点了以后呢 它就可以换到台湾 换到台湾 它的基本上出来就是中文 如果你需要换成英文的话 也可以在这边改 好 那么先登入 待会讲登入好了 我们先讲一下下面这里 下面呢 它就把产品分类 分成了美丽跟健康 也就是顾名思义 就是保养的跟吃的 在这个地方 那么在这个创业机会的地方呢 它就把之前我们公司的故事 公司的团队 奖励计划 旅游 全球活动全部都放在 创业机会这个地方 那么有一些国家的网站 不是还有网制吗 比方说 美国 台湾 香港都有网制 它也同样放在创业机会底下这个地方 那如果你想要查 公司有拿到什么特殊的奖啊 也是在这里 那么在这它同样也加了市场 所以你直接要去换区域市场 在这里也是可以换 所以有两个地方可以换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登录的地方 目前这个登录呢 它还有一些程式的bug在这里 我想很多人会发现这个问题 就是当你点了以后 这个画面一下就跑掉 一下就跑掉 我相信公司会改 但是目前呢 唯一克服的方法 你就是点开这个画面的时候 你就换 你就点键盘上的tap键 tap键就是让你跳到下一个栏位 当你点了tap键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在user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看 这时候你就可以打你的账户名称了 然后一样用tap键 跳下来打密码 唯一比较难的 是当你打完密码以后 你如果再按tap键 它不会跳到sign in这个地方 你按enter键 它也不会执行 所以这是它目前的一个bug 所以呢 你们在这个时候就小心地把这个滑鼠移过来 比方说它跑掉 又出来的时候 你再按一次tap键 你再按一次tap键 然后滑鼠就移的过来 然后就点sign in 那么我待会会教各位这个地方不好做 所以呢 你们可能要做保存另外一个登录的画面 就是目前学艺之际就是这样的 就是暂时性的保存以前旧的登录的画面会比较好做 好 那么进来以后呢 这里面也是一样 它只是把基本功能全部重新排列组合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那在这里一进来的画面呢 美国不一样 美国现在一切都用图示法 但是我们其他国家都是像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 那这个画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把电子钱包有单独放在这儿 还有所有的最新的消息 公司每次会 我点一下给各位看 公司每次会有消息 对不对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来点选过去你 有一些消息可能一闪就过你要重看的话 比方说我在这边选中文 那么呢 我就可以看到关于中文的 那么我也可以点分类 比方说我要点奖励旅游 那么奖励旅游的部分 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 所以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公司的最新消息 那旧网那种也是跟以前一样的 所以这个就不讲了 好 那我们看这里 这个地方呢 support 就是我们直接点客服 以前我们每次要发客服的email 邮件的话 我们都在helpdesk 现在它就直接在这个地方 这个support客服这个地方 我们就点 点了以后呢 点了以后呢 你就可以看到 OK 它就会出来了 出来 我们之前在发客服的邮件的 同样里面功能不变 只是它现在直接拉出来 帮你放在上面 所以就很方便 非常的方便 好 那么除了这个客服的 拉出来以外呢 那在这个地方 就在你的名字旁边 有一个这个小圈圈的地方 你点开来 就可以看到你的个人档案 所以这个小圈圈 你基本上是跟个人的资料比较有关系的 你的个人档案 你的电子钱包 你的订单记录 就是之前我们看订单记录 是不是都要去那个 营运报表 我们现在直接在这里可以看到 还有你的个人信箱 这里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呢 当你要改个人档案 或者要点电子钱包的时候 都在这个地方 就在这个小圈圈底下 那么它在这个底下呢 它还附带的 附带的 放了一些其他的功能 就是让你比较能够快速的点到订货的地方 订货就是指的是一般订货 然后可以直接点到J-Office 所谓J-Office 就是我们之前一进来这个画面 或者是呢 活动讯息 我们点了以后 就是之前以前在经销商专居的地方 有活动讯息 我们现在可以直接点这个地方就可以过来 活动讯息 然后呢 还有的就是J-内旅游 J-内旅游它目前放的是 就是过去有的这些旅游 以及这个最新的明年北美的去雅典的旅游 在这里也出现 所以目前在这个小圈圈这个地方 出现的讯息就是这个 还有一个最重要就是你要 Log Out的时候就在这里 它现在叫Sign Out 就是在这个小圈圈最底下这个地方 是点Sign Out OK 好 那么其他正解架功能我们来看 我的事业基本上呢 就是之前的营运报表 之前的营运报表里的东西 大部分在这里 除了这个市场运营状态 市场运营状态就是这个Login进来的 这个画面叫市场运营状态 所以这里面呢 营运报表里所有的功能 除了订单明系之外 其他全部都在我的事业这里 我的事业这里 所以各位你们要看组织状态 要看个人推荐 或者是想要设定金币的时候呢 全部都在我的事业里面 比方说你要这个经销商组织报表 就跟之前营运报表底下的经销商组织报表一样 你点进去呢就可以看到各个报表 包括这个新的 新的这个北美奖励计划 旅游的奖励计划都已经出来了 所以各位要看的话可以在这个地方看 好 那订货呢就指的是一般订货 一般订货 所以一样的做法你点进去 它一样问你是哪个国家 所以你点了以后就可以继续 所以这个订货是没有怎么差 然后呢智能订货 或者就是我们所谓的重购的部分 那你点进去也是跟我们之前的重购呢 是一样的所有的功能都一样 只是它现在把它放的位置放在这里 所以这个地方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 好 那看这个活动讯息 活动讯息基本上跟之前在外网 还没有进后台之前呢 那所有的活动讯息是一样的 只是它现在拉到这里来 比方说你想要看看公司有什么 什么样的这个活动 你可以去check公司的形势力 你点了以后呢 点了以后你就可以下来找 看公司比方说9月份 9月份就可以看到 公司在各地有不同的活动 比方说9月5号6号是 刚刚过去的Orlando的年会 那下一个年会呢 是在19-20是在新加坡 在新加坡我们知道公司 因为现在很大年会分5个地区 所以是9月19-20在新加坡 然后到了10月份的时候 10月4号5号呢 10月4号5号有北美的路演 就是在温哥华 还有在迈阿米的话 也是这个时间 我记得在旧金山沈侯赛 也有也是10月份 那这个地方看不到 我们可以跳到下个月 跳到下个月10月份 就可以看得比较仔细 比方说沈侯赛 我看一下沈侯赛的路演 在这里10月25号 26号沈侯赛是10月份 那么10月份还有大中华年会 是在泰国 是在泰国 他这个地方没改 基本上是11 12 13 14 这个时候是在泰国 所以从这个Kalender的地方 就可以看到公司所有的活动 好 那结诗的旅游 我们可以看结诗旅游 跟刚刚那个地方是差不多的 就是让你看一下结诗旅游 你要给别人看的时候也可以 看结诗旅游 有一些什么活动 或者是奖励活动 看看奖励活动 比方说这个刚刚结束的奖励活动 他会把你的报表秀在这个地方 好 然后呢 还有就是最新消息 跟刚刚login进来的最新消息 是一样的 JNews 你就可以看 在这个地方查看 公布过的最新消息 好 那工具 工具这个地方呢 就相当于我们之前的J2 J2的里面 我们知道J2的里面 本来就有一些消息 然后除此之外 他还把经销商专区的经销商资讯 经销商工具全部放在这里 还包括档案下载 Upload file都在这里 还有一个教育训练 所谓教育训练 我点给各位看 这个呢就是指的是我们北美 北美我们不是每个人 都要做经销商测验吗 你要做的这个经销商测验 过了以后 你才可以拿奖金否则 他奖金不发给你 所以记得北美每个伙伴 加入之后都要做这个经销商测验 好 那么除了这个经销商测验之外 他要你做分享 分享也就是说 他让你可以寄东西给朋友 但是这个地方 我觉得他好像是有点瑕疵 因为之前我们在J2可以分享 但是这个地方只是分享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 所以我们来看他下面有个分享解释 就是ShareGenest ShareGenest 他等于是把那个网站 让你在后台 可以直接去link 直接去link 那么他在这个地方呢 要你打一次你的后台的密码 然后才进去 其实这个密码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你打错他也让你进 基本上是让你来到这个网站 ShareGenest 有些伙伴会找不到公司用的一些图片啊 影片啊想要分享给别人的话 那么你在这里全部都可以找得到 全部都可以找得到 你要的图片 比方说假设呢 我要找一些跟产品有关系的图片啊 就在这个photo里面啊 找AMPM 比方说好 那么这就是公司所有的AMPM的图片 假设我想要下载这个图片啊 我想要下载这个图片 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点下载啊 点下载 他让你接受这个条款 下载完之后呢 你就可以存在你的电脑里 你自己想要发个朋友 或者自己想要做一些什么推广的话 你都可以用这个公司的图片啊 好 OK好 那我们再回去啊 回到 好 回到前面 就一直用倒回键啊 就可以回去了 OK 那么这基本上工具里就是这些东西 就是这些东西 那比较重要就是JCloud JCloud之前就有 我相信有很多伙伴没有看过 所以我们点进来看一下 JCloud里面本来就有一些非常有用的资讯 非常有用的资讯 包括他教你怎么用生日折扣卡 这个是公司每个月的会议 那这个接下来是按国家来分 假设北美 因为北美的资讯最多 我们就点北美 点进来之后呢 你就可以看到他有分语言 假设 我们点英文 肯定英文资料最多 我们点英文 英文进来了以后呢 进来以后 你看他有好多的资料 包括这个教育训练的 Kalen的行事例 包括解释大学的资料 包括这个媒体 媒体就指的是影片 我点给各位看 就进来有一些影片 你要产品的影片 或者是任何的 比方说假设这个Nivo 好 等他跑 在这 OK 假设这个影片 那么如果我需要的话 我就可以把它下载 下载下来存在我的电脑里 我也可以传给朋友看 这样子 那还有就是 还有就是 OK 再看一下北美 北美 那通常 有的时候呢 我们会想要找 找一些公司PPT 公司有很多PPT 都是现成的 就会在这个Presentation 这个底下 Presentation底下 你有一些PPT 你想要下载自己看 或者是讲给别人听的时候 那么在这里都有 比方说这个是就是 OPP Opportunity 就是 开说明会的时候 或者是产品的 产品的PPT 那么这里 它目前有的就是ZenBody的部分 那么如果除了这个以外 那我们还可以看 还有一些资料 可能各位有的时候可以用到 也是在英文的底下 那么各位看到这个Product Sheet 产品的说明 我们点这个Product Sheet 然后 Product Sheet的话 它为什么现在只有这样 我看一下 以前所有产品都有 看一下是在Print里面 看看 Print里面 Print里面也有Product Sheet 然后呢 看一下这里的Product Sheet 然后呢 看一下这里的Product Sheet 好 它就会问你 你想要把这个Product Sheet 存在什么地方 假设我 我选好 我要存在这里 好 这名称 假设我就用这样子 我就点Save 那么我就可以去我的电脑里面 找到这个东西 你看我就找到 在我的电脑里面 OK OK 各位我问一下 你们现在还看得到我的画面吗 你们可以发讯息跟我讲 应该还看得到对吗 OK 好 没有人发给我这个假设 你们看得到 好 所以呢 你们想要这个产品的说明 英文版的话 就在这里 中文版的话 基本上有很多 你们可以在大中华的底下找得到 中文版的基本上在大中华底下找得到 好 那这个JCOL里面有很多好用的东西 所以希望各位有空的话 都可以来看 都可以来看 好 大部分的这个样子都是 都是长这样功能 就是跟以前一样 所以各位 大部分的人 就是稍微熟悉一下 就不会有问题 好 那我先把它LOGOUT 我再进一个美国的网站 记得LOGOUT就在那个小圈圈最底下 3奥的地方 OK 好 那LOGOUT完会来到这里 各位 你可以把这一个网站呢 把它存起来 把它放在你的BOOKMARK 这样子你下次每次进来要LOGIN的时候 就不需要经过那个外网 因为目前外网那个LOGIN很难用 它还不稳定 就是它有层次的BUG 等它改好以后就会好 但是暂时的话 你们可以把这个画面存下来 这样子的话就比较好用 要进去后台的时候不用那么痛苦 好 那我去一个美国的网站 好 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的网站跟其他国家 有点不同 它是用比较图示的方法来说 那正好这个账户有一个生日折扣 我跟各位讲一下 因为有一些伙伴他不懂 这是他的生日折扣 他就直接忽略它 就是到时间过了 人家讲起了 他才说 那我怎么没有 各位 这个黄色的部分 就是你的生日折扣 当你买了东西的时候 它在付款之前 付款的地方 它不是有一个折扣 你就可以把这个折扣打进去 打完了以后 他就会先把你的金额扣掉 扣掉20% 但是最多就是扣到100块 扣完以后 剩下的你才去付钱 记得有生日折扣码一定要先用 因为你用掉 你扣掉的钱呢 他会用剩下的钱 这跟金币一样 他会用剩下的金额来打税 他不会用原来的全额打税 所以你在付款的时候 有生日折扣 有生日折扣码 先用生日折扣码 没有生日折扣码的话 优先用金币 金币用完的时候 才去用其他的付款方式 所以这两个是 可以先把金额扣掉以后 剩下的钱才去打税 代币不会 代币是一样照打 打完以后才扣代币 所以代币不同 如果你有金币 有人要跟你收购金币的话 我觉得你要考虑一下 因为金币真的很好用 因为他把金额扣掉以后 剩下的余额才打税 所以金币不要随便借给别人 或送给别人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的这个画面 美国的画面 如果你是像Amy 她是会画画的人 可能对看这种图示的方法 她会比较容易了解 那对理工的人来讲 可能她要用文字比较了解 所以都没关系 这个是习惯问题 只要你习惯了之后呢 全部都一样 没有什么差的 OK 好 那么她这个画面 我刚刚讲的 这是生日折扣嘛 好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告诉你 她有一个小礼盒 就表示你的目前位阶 就是基本的 你也没有推荐人 你也不是合格经销商 就是一个基本的用户 好 那她会告诉你 你目前你这个账户是 是活药的 还是不活药的 那 Qualify 就是你是不是合格经销商 那这个地方就是电子钱包 好 美国的画面目前都是英文 这就是电子钱包 那么她有什么要announce的 她会在这边announce 好 那这个地方呢 她就会秀出你目前要朝向这个 下一个目标的话 她会告诉你底下的状况 你的左边有几个经销商 右边几个经销商 你这个monthly的CV有多少分 这个月CV有多少分 你的下一次的 下一次的预购重购日是几月几号 这样子 下一次的预购重购日 那它比较特别的是这个地方 它上面的基本功能跟我们刚刚的都一样 唯一表现不同的是在这里 图示法之外 它还有一个这个东西 它告诉你说 如果你想要熟悉你的后台的话 可以点这里 点这里 它显现出来 显现出来这些是影片 比方说这个就是了解你的后台 你点进去以后呢 它就有所有的影片 来教你做所有的动作 所以有新手的话 就是对新加热伙伴不了解的可以来看 比方说wallet 就教你怎么设计你的电子钱包 那sponship report就是个人推荐名系 那commission report就是奖金名系 那这个订单 order report就是订单名系 那how to enroll就是怎么家人 那contenters 怎么跟客服联络 那这个lock placement就是怎么选边 就是怎么设定边 我们在家人之前不是要设左边或右边吗 这个就是lock placement 然后这个就是shop genet web就是订货了 那这个是用怎么用gen mobile 那这里是怎么用一般上网电脑上网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影片都可以让你们自我学习 所以这个美国的这个地方还不错 他还有产品还没好 他有公司有奖金制度 怎么样 就是新手开始的一些工具 他这里都有 所以美国这个画面还挺好的 我不晓得他们是只有美国会这样 还是以后慢慢全部会改成这样的 那么除了上面这个画面底下呢 还有你看他用这个购物车 表示告诉你这就是一般订货 这CRM我们刚刚也有 它是customer relationship的一个maintenance 就是如果你有这种零售客户的话 有人在你的网站买零售的话 都会出现在这里面 那这个training就是经销商策业 那share的话应该是可以让你分享影片或一些资料 那他目前可能有点问题 我点了以后他基本上是空白的 所以这个地方可能还有点问题 好 点回去看 好 那还有就是这个所谓promotion就是 我们刚刚也有看到就是 比方说刚好公司促销有特别奖励的时候 到上个月位置他把这个report给你看 就是这样 好倒回去 好那下面呢除了中间这一排 下面呢还有一些东西就是 有点像是出现 有点像是他的最新消息了 最新消息 你看这边有more update 有点像最新消息 比方说你点 一样他就到最新消息这个地方让你来选 所以这是最新消息 好 ok 好 那他这个他这个地方呢也是有点 bug 所以呢 我在我在这里 ok好回来 回来 好 那么美国的基本上美国的网站 在功能上面显示的跟我们其他的一样 唯一的差别就是在这个画面这个地方 好那还有就是之前那个 苏珊娜跟我说他找不到 组织 找不到这个组织明系的这个地方在哪里看 就在这个地方 我的事业里面就有 我的事业里面就有 所以苏珊娜你 你如果要看的话就在这些地方可以看 好 就在这些地方可以看 好 那么 基本上这个就是电脑板的部分 电脑板的部分 我先把这个地方logo 电脑板的部分 我先把这个地方就暂停 好 ok 我先暂停 先让你们问问题 问完以后我待会再讲手机的部分 你们有没有人对刚刚这些有问题的 操作上有问题的 有没有 懂没有 Linda 等等我看你的 好 Linda 就是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之前 人家就是要 已经快到了那个预定日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红色的出来 有没有 然后上面会写说 你还有几天啊什么的 我现在看不到这个 因为 他那个旧网站首页 美国都没有 我们其他的 我看一下有没有 我看一下 因为我们其他的有旧网站首页 那么在旧网站首页还是看得到的 我看一下美国的有没有 对 朱珊娜等一下 朱珊娜等一下 我跟他讲 我找不到 找不到 我看到 OK 对 美国的我没看到 美国的我没有看到 对 美国的我没有看到 所以你看 我叫一个 不是美国的给你看 那刚才他给我讲话 对 但是左边那边那边 他没有提示 他怎么说 没有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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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看一下 这个不是美国的 你看 不是美国的话 这边有这个旧网站首页 就跟以前一样 我如果点了旧网站首页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 跟以前一样的东西 对吗 定大 对 是的 OK 好 所以美国的 目前是没有 可能 可能 你们要自己 稍微注意一下 好 那 苏珊娜 OK 苏珊娜 我讲的组织状态 不是指 美国 或者是 我们加拿大 北美有 中国的帐号 看不到组织状态 就是这个组织架构的图 中国帐号 中国没有吗 因为我没有中国的帐号 所以我现在手上没办法开 还是你开 然后你分享画面 给我们看 呃 我就在 在这里开吗 对 你在你的 你现在是用手机 还是电脑上吗 我是在iPad上 OK 那你在iPad开 开了以后呢 你点那个分享画面 哎呦 这还不会搞 还是没关系 那俗珊娜 这样子 我们 我们私底下在谈 我现在先 好的好的好的 好的 那你们其他人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啊 如果没有的话呢 我就讲这个 手机的部分 好吗 手机的部分 基本上也是 大同小异啊 好我先 呃 分享一下手机的部分 OK 呃 看得到吗 看得到这个手机画面 可以看到吗 OK 好 好 那么 对吧 那么 还是 因为 你看得到 感谢观看